大家好,我是老谭,欢迎大家继续收看framemark 本次课呢,我们来介绍如何自定义函数 之前呢,我们介绍了framemark里边自带的一些函数 但是呢,在有些情况下边,自带的函数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使用自定义函数了 那么使用自定义函数的语法呢,并不复杂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funk型指令来定义函数 那我们来看,到底如何去使用这个指令 我们呢,新建一个模板 这个我们叫用户的函数 在这个里边呢,假如我想实现一个两个整数相加 那我们呢,就可以使用这样一个指令 add add呢,就是这个函数的名字 接着呢,你如果要计算两个整数相加 那必然会有两个参数 所以呢,我就使用一个number1 使用一个number2 好,在这个函数里边呢 我们就需要能够将number1加number2 它的结果呢,返回回来 那么对于返回结果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样一个指令 叫return return里边呢,我们就使用number1加上number2 这样的话,一个非常简单 但是呢,语法正确的指令函数呢 就已经创建好了 那如果我们想使用这个函数 我们可以简单的在本模板里边来进行调用 当然也可以通过include导入到另外的模板里面进行调用 那我们呢,简单一点 直接使用呢,本页面来进行调用 我们使用一个差值的方式 add里边传两个参数 比如说1和3 那么这样,我知道它应该得到4 接着,写一个类 我把名改一下 接着呢,我来执行一下 我们看这个函数呢,能不能被调用到 大家可以看,结果就是4 所以这个函数呢,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在flame mark里边 也只是一种类似于加码里边的语法 叫可变长度的参数 那如果说,我来声明这样一个函数 让它能够接受任意的整数 然后求出它的和 这也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我们呢,可以再来写一个函数 add world 就是将所有的参数都加起来求和 那么它的语法呢 很类似加码里边的可变长度参数 在后边呢,打上三个点 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lumbers呢 当成一个序列 或者说当成一个数组 接着呢,我就需要来进行运算了 那么运算的时候呢 首先我要定义一个变量 让这个变量呢 能够记录结果 所以在这个里边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local 也就是一个局部变量 来声明呢 我们整个的结果 先让它等于零 接下来就要对lumbers进行循环了 那么每循环一次呢 我们应该能够将lumbers累加到total上面 它就等于total加上lumbers 那么一旦这个循环整个循环完了 那么这个total的值呢 就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在list之后呢 我们直接使用return将total返回回来 好,这样的话呢 我就完成了第二个函数 add all 并且它能够接收可变长座的参数 这个意味着呢 我在后边可以传任意多个整数 比如说我传一个1234 结果呢 应该是10 这里呢 应该是大写的a 没问题 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往后边讲 因为它的长度呢 是不限定的 可变长度的参数 好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如何在framemark里边 取自定义函数 那么虽然我这里全部用的是整数 作为我们这个参数的类型 但是你应该能够将任意的数据类型呢 作为这个参数的类型来进行运算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